连日来,四川多地遭遇连续降雨,共有14条河流17站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 据初步统计,本轮强降雨导致巴中、达州、南充、广源、滋阳、成都等地12万余人不同程度受灾 11号零时,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三级防汛应急响应 武警部队也迅速行动起来,组织官兵前往现场进行救援 今天凌晨,上游洪峰过境四川广安 根据前期降雨情况及雨情、汛情及变化趋势 广安市于11号12时,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 驻地武警官兵紧急转移防控范围内沿岸人员及物资 协助做好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和避险安置工作 在地势较低的华盈市明月镇,7月11号中午,这里已经开始涨水 武警官支队官兵分成多个小组,深入居民家中,挨家挨户排查 截至11号晚上7点,共转移群众100余人,物资1500余件 在达州,渠江水位持续上涨,导致街道被淹,数百名群众被困 武警官兵携带冲锋舟,救生衣,救生绳等装备器材,分为四个应急抢险组,对各个街道开展巡河,抢险,疏散群众,撤离物资等工作 截至昨天晚上6点,共搜救房屋36栋,安全转移群众140人 随着巴中市的洪水逐渐退去,11号上午,武警巴中支队官兵前往红军广场,南门菜市场和毛玉镇等地域,开展清淤和环境消杀工作,协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